弟子归,圣人训,守孝剔,赐景性,但爱众,而亲人,有余力,则学闻,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密,行勿懒,父母叫,须静听,父母则,须顺成, 身则温,下则清,沉则醒,温则定,出必到,散地面,居有长,夜无变,事虽小,物善为,狗善为,此道亏,物虽小,物私藏,狗私藏, 亲心伤 亲所好,立位聚,亲所物,谨未去,身有伤,疑亲忧,得有伤,疑亲修,亲爱我,笑河南,亲曾我,笑方贤,亲友过,见识, 许更,疑无色,柔无声,见不入,愿父见,豪气随,踏无怨,踢下马,乘下车,过游带,摆布鱼,长者立,幼物坐,长者坐,命乃坐, 尊长前,声要低,逼不闻,却非疑,静必痴,退必迟,问起对,是物疑,是诸步,如是父,是诸兄,如是兄, 朝起早,夜棉迟,老易智,洗此时,沉地冠,尖树口,便逆回,折尽手,观必正,扭必结, 挖鱼旅,至警戒,至官服,有定位,勿乱顿,至巫会,依贵节,无贵华,上寻笨,下乘家, 对比时,勿简则,持续可,勿过责,年方寿,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不从容,立端正,医生缘,拜恭敬,勿见欲,勿活饮,勿积聚, 勿遥毙,勿搭闭,勿接连,勿有声,宽转关,勿触笨,直虚气,如直淫,如虚事,如有人,事勿忙,忙多挫,勿未难,勿侵略,斗闹场,绝勿静, 携币事,觉悟问,将入门,问谁存,将上堂,生必扬,人问谁,对已明,无与我,不分明,用人物,虚名求,躺无问, 即为偷,戒人物,即时还,人戒物,有物迁,难出言,信为先,乍与望,稀可焉,话说多,不如少,为其事,物宁巧, 柯博,柯博化,无畏词,世锦气,且戒之, 量味为真,物卺庭,是非名,物博语,石ans,是非疑,物卿诺,苟博读,竟喀错, gramm道字,重且书,物集集,物模糊,笔说长,此说短,目观景,莫显管,见人善, 吉思齐,纵去远,以见机,见人恶,及内省,有则改,无加紧,为德学,为才艺,不如人,当自立,过衣服,过饮食,不如人,不生期。 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义有却,闻欲口,闻过心,质量事,见相亲,无心非,名为错,有心非,名为恶,过能改, 闻于无,唐掩世,曾义姑,闻世人,皆虚爱,天同父,地同在,行高者,名字高,人所重,非貌高,财大者,妄自大, 人所福,非言大,己有能,物自私,人所能,物亲子,物产妇,物交贫,物厌妇,物喜心,人不闲,物视角,人不安,物化扰, 人有短,切莫接,人有思,切莫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知,欲思勉, 羊人恶,即是善,莫且作,善相劝,得接见,莫不归,道两辉, 甘取语,贵分小,语宜多,取宜少,将家人,先问己,己不欲,急速已,恩欲报,愿欲望,抱怨短,抱恩长, 带福必,身贵端,虽贵端,此而宽,是福人,心不然,礼不仁,帮无言,从事人,累不起,流俗众,人者惜,果仁者,人多味,言不会,色不昧, 农青人,无限好,得日静,过日少,故仁人,无限害,小人静,百事坏,不利行,带学文,长浮华,成河人, 伴力行,不学文,任己见,内力真,读书法,有三道,心眼口,性切药,方读此,物目笔,此味中,笔雾起,宽为县, 仅用功,功呼道,智色通,心友谊,随闸记,旧人问,求确议,防旭清,强地静,几岸节,彼宴正,莫莫偏,心故敦,自不敬,新鲜病, 列点集,列点集,有定处,独看毕,完原处,虽有集,卷树旗,有缺坏,旧古之,黑圣书,禀物事, 帝聪明,帝聪明,带心智,物自道,物自弃,圣语贤,可寻智。 弟子归一姐 总是 盖数 弟子归原名迅蒙文 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玉秀所作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 弟子入则孝,出则涕,谨而信,犯爱众而亲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得文艺,以三字一句,两句一韵,编转而成 分为五个部分加以演述 具体列举出 为人子弟在家,出外,待人接物,求学,应有的礼仪与规范 特别讲求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 后经清朝贾存人修订改编 并改名为弟子归 是启蒙养政,教育子弟,敦伦敬奋,防邪存成 养成忠厚加工的最佳读物 弟子归 弟子归,圣人训 守孝涕,赐锦性 犯爱众,而亲人 有余力,则学文 弟子归这本书是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而编程的生活规范 首先,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孝顺父母,又爱兄弟姐妹 其次,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要小心谨慎,要讲信用 和大众相处时,要平等博爱 并且清净有人得的人,向他学习 这些都是很重要,非做不可的事 如果做了之后,还有多余的时间 精力,就应该好好地学习六亿 等其他有益的学问 好啊 入则孝 父母呼,应勿还 父母命,行勿懒 入则孝 父母叫,须静听 父母则,顺承 嘿嘿嘿嘿,对了啊 阿达,你哦,先把菜背回家 顺便拿一把菜去送给连务爷爷 好 爸爸 我马上去 爸爸妈妈 那我先回家了 再见 路上小心 二 父母呼 应务还 二 父母呼 应务还 父母命 行务揽 父母命 行务揽 父母叫 须敬听 父母叫 须敬听 父母则 须顺成 父母则 须顺成 小朋友 路泽孝这一则礼 是在教导我们 为人子女 必须要具备的规范 意思是 当父母亲呼唤我们的时候 应当及时回答 不要慢吞吞的很久才应答 父母有事交代我们 必须要立刻动身去做 不可以拖延或推辞偷懒 父母亲教导我们 做人做事的道理 是为了我们好 应该恭敬的聆听 不可以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做错了事 父母责备 教诫时 应当虚心接受 不可以强词夺理 这样会使父母亲生气 伤心的 老师昨天就看到了 阿达哥哥 做到了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勤勿揽的道理 没什么啦 希望每一个小朋友 都可以像阿达哥哥一样 做一个继续顺又聪明的小孩 好不好 嗯 好 现在我们再念一次 二 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揽 父母教 师敬听 父母则 师顺成 东则温 下则静 晨则醒 昏则定 初必告 反必念 知有常 夜无变 老师 东则温 下则静 是什么意思啊 美美啊 所谓东则温 下则静 是就是 在冬天寒冷的时候 要让父母亲 穿得温暖 睡得温暖 到了夏天 炎热的时候 要让父母亲 过得凉爽舒适 就好比二十四少的 黄香 九岁的时候 为了让父亲 安心睡眠 夏天睡前 他会帮父亲 把床坡 山凉 冬天 寒冷的时候 他会为父亲 温暖被窝 黄香的行为 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晨则醒 婚则定 就是早晨起床之后 应该先盼望父母 并向父母请安问好 下午回家之后 要将今天在外的情形 告诉父母 向父母报庭安 使老人家放心 居有常 夜无便 平时起居坐席 平常的生活习惯 要保持正常有规律 做事有常规 不要任意改变 以免父母忧虑 美美 这样你懂了吗 嗯 老师 我懂了 那夏天快到了 我要开电风扇 帮爸爸妈妈善良 让他们过个 凉爽舒适的夏天 老师我也要 老师我也要 嗯 很好 大家都是乖小孩 三 冬则温 夏则静 沉则醒 昏则定 初必告 反必面 居有常 夜无便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死到亏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轻心伤 诶 阿智 你手上拿的 不是读经班的 录音带吗 嗯 没错 因为我还不会背经 所以 阿智 弟子龟说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轻心伤 事虽小 物善为 狗善为 死到亏 物虽小 物思藏 狗思藏 轻心伤 纵然是小事 也不要任性 擅自做主 而不向父母禀告 如果任性而为 容易出错 就有损 为人子女的本分 因此 让父母担心 是不孝的行为 公物虽小 也不可以私自收藏 占为己有 如果私藏 品德就有缺失 父母亲知道了 一定很伤心 哦 知道了 嗯 少林姐姐 我不是故意的 真的 我不是故意的 阿智 别紧张 别紧张 我带你去向美惠老师解释清楚 然后也可以向老师借录音带哦 真的吗 少林姐姐 谢谢你 别客气了 那我们走吧 好 哈哈哈 哈哈哈哈 献索号 利未去 请未去 身有商 謂清憂 得有商 謂清修 亲爱我,孝河南 亲增我,孝芳贤 五,亲所好,立未至 亲所悟,谨未去 身有伤,宜亲忧 得有伤,宜亲修 亲爱我,孝河南 亲增我,孝芳贤 父母亲所写好的东西 应该尽力去准备 父母所厌恶的事物 要小心谨慎地去除 包含自己的坏习惯 而且也要爱护自己的身体 不要使身体轻易地受到伤害 让父母亲忧虑 宗子说,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孝之食也 所以呢,要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 不可以做出伤风败德的事 使父母亲蒙受耻辱 当父母亲喜爱我们的时候 孝顺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然而,当父母亲不喜欢我们 或者管教过于严厉的时候 我们一样要孝顺 而且还能够自己反省减点 体会父母的心意 努力改过,并且做得更好 这种孝顺的行为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哦 老师,我还是不懂 嗯,安安啊 您可以从听父母的话做起啊 然后养成定时定量 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再学习爱护自己的身体 比如,吃东西前,以及大小便后一定要洗手 并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而说话要有礼貌,守规矩 不可以说一些粗俗不雅的字眼 使父母亲蒙受羞辱 安安娜,这样子你明白了吗? 哦,老师,现在我就懂了 谢谢老师 安安娜,如果还有不懂的 随时都可以来找我哦 嗯,没错 安安娜,阿达哥哥是村里的好人好事代表 所以你们可以向他学习哦 哦,老师,我会的 嘿嘿嘿嘿嘿 亲友过,见史庚 宜无色,柔无声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 虽然我也想做个又孝顺又乖的小孩 听父母的话,帮父母做家事 可是,有时候父母亲也有不对的地方啊 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嗯,阿达你问得很好哦 人非圣贤 就算是父母也难免会有犯错的时候 此时,为人子女的应当小心劝导父母改过向善 劝导时,态度要诚恳 声音必须柔和,并且和颜悦色 如果父母不听归劝 要耐心地等待 已有适当时机 譬如,父母情绪好转 或者是高兴的时候 再继续劝导 如果父母仍然不接受 甚至生气 此时,我们虽难过的痛哭流涕 也要恳求父母改过 纵然遭遇到责打 也无怨无悔 或是来找老师们帮忙 千万不可以用争执吵架的方式来处理哦 以免献父母于不义 使父母一错再错 助成大错 这样,不但父母亲伤心 而且,自己也会很难过的 所以古人说的百善孝为先 在所有的好事 善事当中 孝顺可是排第一的哦 要知道 不孝的行为可是非常不对的哦 哦,谢谢老师 我知道了 嗯,很好 嗯,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小朋友 我们再念一遍 好 好 六 亲有过 见史增 宜无色 柔无声 箭不入 月不见 亲有吉 要先尝 旧夜市 不离床 桑三年 长悲夜 知处变 酒肉绝 桑敬礼 既敬成 誓死者 誓死者 如是生 柔无声 父母亲生 父母亲生病的时候 子女应当尽心尽力的照顾 一旦病情沉重的时候 更要昼夜不寺 不可以随便 不可以随便离开 父母去世之后 守校期间 鼓礼三年 要常常吹丝 感怀父母教养的恩德 自己的生活起居 必须调整改变 不能贪图享受 应该借酒整肉 办理父母亲的丧事 一定要哀妻 合乎礼节 不可以草率马乎 也不可以为了面子 铺张浪费 这才是真孝顺 文语说 生 事之以礼 死 葬之以礼 祭 祭之以礼 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 出则辟 兄抱有 弟到宫 兄弟目 孝在中 财物清 愿何生 言与忍 愤自明 哪颗糖果是我先选的 你不可以拿走 哪有 是我先拿到的 是我先选的 是我先拿的 阿智 君君 你们不要争哦 弟子归说 财物清 愿何生 言与忍 愤自明 出则辟 八 兄道友 弟到宫 兄弟目 孝在中 财物清 愿何生 言与忍 愤自明 意思是 当哥哥姐姐的 要友爱弟弟妹妹 做弟妹的 要懂得恭敬兄姐 兄弟姐妹 都能和睦相处 一家人和乐融融 父母自然欢喜 孝道就在其中了 而与人相处 不斤斤计较财物 怨恨就无从生起 言语能够包容忍让 多说好话 不说坏话 忍住气话 不必要的冲突 怨恨的事情 自然也就消失不生了 顾贤说 言语为福祸之门 孔门四颗友 则行 言语 正式 文学 可见言语的重要性啊 哦 君君 那这颗糖果 先给你好了 啊 好吃 还是先给你啊 呵呵 你们不是争来争去 就是让来让去 这样是不能解决的 我看 这次先给君君 下次 君君再让给阿智 你们说好不好啊 嗯 好啊 读经的时间快到了 我们进教室吧 嘿嘿 好 嘿嘿 走吧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长乎人 急待叫 人不在 急急到 良好的生活教育 要从小培养 无论用餐 就坐 或行走 都应该 谦虚礼让 长幼有事 让年长者优先 年幼者在后 长辈有事呼唤人 应代为传唤 如果那个人不在 自己应该主动去询问 是什么事 可以帮忙就帮忙 不能帮忙时 则代为转告 国父说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不以夺取为目的 青少守则也说 助人为快乐之本 可见 良好的生活教育 是多么的重要啊 酒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长呼人 急待叫 人不在 急急到 称尊长 勿忽鸣 对尊长 勿陷能 陆玉长 急驱医 长无言 退功力 骑下马 承下鞠 过游带 百步骑 百步骑 石称尊长 勿忽鸣 对尊长 勿陷能 陆玉长 急驱医 长无言 退功力 骑下马 承下鞠 过游带 百步骑 百步骑 称呼长辈 不可以直呼姓名 在长辈面前 要谦诗有礼 不可以炫耀自己的才能 在路上 如果遇见长辈 应该向前问好 长辈没有事实 则恭敬退后 站立一旁 等待长辈离去 无理对静老曾贤是这么说的 无论骑马或乘车 在路上 遇见长辈 都应该下马 或下车问候 并且 等到长辈离去 约百步之后 才可以离开 老师 现在路上车子这么多 又有红绿灯 在路上 如果遇见长辈 是不是也要去问候啊 嗯 阿凯 你问得很好哦 由于现在路上车子多 又有种种不变的地方 所以 我们先以安全为考量 以当时的情况来做决定 再看看是否要去问候 以避免发生危险 而古德教导我们 敬老曾贤 是着重于道德的精神 虽然外在的环境 会随着因缘而有所改变 但是道德精神 是不会随着外在因缘而改变的 外向好像改变 事实会更加尊敬 更有涵养呢 长者立 又误作 长者作 命乃作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禁必趋 退必迟 问起对 事物疑 十一 长者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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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误作 长者作 命乃作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进必趋 退必迟 问起对 事物疑 与长辈同处 长辈站立时 晚辈应该陪着站立 不可以自行就坐 长辈坐定以后 吩咐坐下才可以坐 与尊长交谈 声音要柔和适中 回答的音量太小 让人听不清楚 也是不恰当的哦 有事要到尊长面前 应快步向前 退回去时 必须稍慢一些 才合乎礼节 当长辈问话时 应当专注聆听 眼睛不可以东张西望 左顾右盼 哦 学校了 小朋友 好宝宝是要做好礼仪常规的哟 这样啊 我们就是有礼貌 守规矩的乖小孩呢 十一 长者力 幼物坐 长者坐 命乃坐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疑 进必须 进必须 退必迟 问起对 十二 是诸一 十二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十二 是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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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兄 是诸一 对待 叔叔伯伯等尊长 要如同对待自己的父亲一般孝顺恭敬 对待同族的兄长 唐兄姐 表兄姐 要如同对待自己的兄长一样有爱尊敬 小朋友 我们不止要孝顺父母而已 对待叔叔伯伯等尊长 也要如同对待父母一般的孝顺恭敬 对待唐表兄弟姐妹 也如同对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的有爱尊敬 这样你就是一位人见人爱的乖宝宝咯 十二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请 朝起早 夜眠时 老易智 洗此时 沉碧冠 尖漱口 便尿回 折尽手 一二三 三二一 一二三四五六七 早上起得早 晚上不熬夜 岁月不带人 青春要珍惜 洗脸刷牙尖漱口 大小便后勤洗手 养成卫生好习惯 才是健康好宝宝 请 十三 朝起早 夜眠时 老易智 老易智 洗此时 沉碧冠 尖漱口 便尿回 折尽手 为人子女 因早起 把握 把握 光阴 及时努力 如果经常晚睡 甚至熬夜 不但对身体健康不好 也影响了白天正常的坐席 岁月不带人 青春要珍惜 早晨起床后 务必刷牙 洗脸 漱口 是精神清爽 有一个好的开始 而大小便后 一定要洗手 为了防止肠病毒 要学会洗手 手心 手背 还有指缝肩 都要仔细搓洗哦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能确保健康 圣年不重来 一日难再尘 及时当年立 岁月不待人 关闭症 扭闭症 扭闭结 臘老树 埃串 线渍 egent 补照 Nä 有订 症 勿乱顿 制污秽 要注重服装仪容的整齐清洁 戴帽子要戴端正 衣服扣子要扣好 袜子穿平整 鞋带应细紧 否则容易被弹倒 一切穿着以稳重端庄为宜 回家后 衣帽斜袜 都要放置定位 避免造成脏乱 要用的时候又得找上半天 大处着眼 小处着手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是成功的一半 小朋友 好宝宝要注重服装仪容的整齐清洁哟 外出时 必须先把帽子戴正 扣子要扣好 袜子穿平整 鞋带应细紧 回家后 衣服 帽子 鞋子 袜子 都要放在固定的地方 以免造成脏乱 这样才是一个好宝宝哦 一贵节 不贵华 上巡份 下趁家 对饮食 对饮食 不减则 食事 可 不过责 年方少 不饮酒 饮酒最 最为丑 饮酒 食物 一贵节 不贵华 上巡份 下趁家 对饮食 对饮食 不减则 食事 可 不过责 年方少 不饮酒 饮酒 醉 最为丑 穿衣服 须注重整洁 不必掌济 昂贵 人才 权利 穿着 因考量自己的身份及场合 更要衡量家中的经济状况 才是持家之道 不要为了面子 更不要让人心跳住 无味的开销 就是浪费 日常饮食 要注意均衡营养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肉 不要挑食 不可以偏食 三餐常吃八分饱 避免过量 以免增加身体的负责 危害健康 饮酒有害健康 要守法 拉情少年 未成年 不可以饮酒 成年人饮酒 也不要过量 试看罪汉 风言风语 丑态毕露 热出多少是非啊 论语 食不厌精 会不厌戏 夫子 劝勉我们 食物不要过分讲求精美 烹调不要过分要求细致 老子说 圣人为父 不为母 饮食是为了吃饱肚子 不是为了满足口目 当今的文明病 例如癌症 糖尿病等 多为营养过多 与营养失衡所造成 应注意 过分加工 太精致的食品 都含有化学添加物 有害健康 不宜使用哦 好 不从容 立端正 一身人 代恭敬 物建玉 物搏矣 物积聚 物摇臂 走走走走走走 我们打手拉小手 走走走走走 一同来赌精 小朋友排好哦 哎 安安嘛 不可以弯腰躲背哦 对啊 弟子龟说 不从容 立端正 一身缘 拜恭敬 所以你不可以弯腰躲背哦 哦 好 我会注意的 嗯 小丽 你很棒哦 哈哈 好 小朋友 那我们就进教室吧 走走走走走 我们打手拉小手 走走走走走 一同来赌精 走路时 步伐应当从容稳重 不慌不忙 不急不缓 站立的时候 要端正有站项 须抬头挺胸 精神饱满 不可以弯腰躲背 垂头丧气 问候他人的时候 不论鞠躬或拱手 都要真诚恭敬 不能敷衍了事 进门时 脚不要踩在门槛上 站立时 身体也不要站得歪歪斜斜的 坐的时候 不可以伸出两腿 腿更不可以抖动 这些都是很轻浮 很傲慢的举动哦 有诗君子风范 十六 不从容 立端正 医生缘 拜恭敬 物建玉 物博矣 物积聚 物摇臂 缓接连 物有声 宽转弯 物处冷 直虚气 如直营 入虚事 如有人 事物忙 忙多错 物博 物为难 物侵略 斗闹场 绝物静 斜屁事 绝物问 十七 缓接连 缓接连 物有声 宽转弯 物处冷 直虚弯 直虚气 如直营 入虚事 如有人 事物忙 忙多错 物为难 物侵略 斗闹场 绝物静 斜屁事 绝物问 进入 进入房间时 不论接帘子 开门的动作 都要轻一点 慢一点 避免发出声响 在室内行走或转弯的时候 因小心 不要撞到物品的灵脚 以免受伤 拿东西的时候 要注意 即使是拿着空的器具 也要像里面 装满东西一样 小心谨慎 以防跌倒或打破 进入无人的房间 也要像有人在一样 不可以随便 做事 不要急急忙忙 慌慌张张的 因为忙中容易出错 不要为苦怕难 而犹豫退缩 也不可以吵晒 随便应付了事 凡是容易发生争吵 打斗的不良场所 有祖国 色情 等是非之地 要勇于拒绝 不要激进 以免受到不良的影响 一些邪恶下流 荒诞不惊的事 也一定要谢绝 不听 不看 不要好奇地去追问 以免污染了善良的心性 小朋友 我相信你也做得到的 看你能得几颗心 加油加油 江入门 问熟存 江上堂 生必扬 人问谁 对以明 无与我 不分明 用人物 用人物 须名求 躺不问 疾为偷 借人物 疾时还 后有疾 借不难 十八 江入门 问熟存 江上堂 生必扬 人问谁 对以明 无与我 不分明 用人物 须名求 躺不问 疾为偷 借人物 疾时还 后有疾 疾不难 江要入门之前 英仙问 有人在吗 不要冒冒失失 就跑进去 进入客厅之前 英仙提高声音 让屋内的人 知道有人来了 如果屋里的人问 是谁啊 应该回答名字 而不是我 我 让人无法分辨 我是谁 借用别人的物品 一定要事先讲明 请求允许 如果没有事先征求同意 擅自取用 就是偷窃的行为 借来的物品 要爱惜使用 并准时归还 以后如果有急用 再借就不难哦 俗话说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小灵姐姐 你的叉子 可以借我吗 好啊 自己拿 谢谢小灵姐姐 等一下就还你 好 小灵姐姐 叉子还你 谢谢 嗯 阿凯 你真手信用 弟子归教我们 借人物 及时还 后有急 借不难 嗯 阿凯 你真用心哦 没有啦 哎 阿凯 你很不错哦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嗯 没错 没错 呵呵呵 呵呵呵 信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忘 稀可焉 话说多 不如少 唯其事 顾宁巧 尖巧语 惠乌词 示尽弃 切解之 信 持久 凡出言 信为先 乍与忘 稀可焉 话说多 话说多 不如少 为其事 不宁巧 尖巧语 惠乌词 示警器 切解之 开口说话 诚信为先 答应他人的事情 一定要遵守承诺 没有能力做到的事 不能随便答应 至于欺骗或花言巧语 更不能使用 文语说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信 尽于义 言可负也 助 负者 实践也 规定的事情 要合乎意理 才能实践 话多 不如话少 话少 不如话好 说话 要恰到好处 该说的 就说 不该说的 绝对 不说 内生 处事 应该谨言盛行 谈话内容 要实事求是 所谓 词 答而已已 不要花言巧语 好听 却靠不住 奸诈巧语的语言 下流肮脏的话 以及街头 无赖粗俗的口气 都要避免 不去沾染 此曰 君子 遇纳于言 而敏于行 小朋友 话多不如话少 话少不如话好 所以我们要学习 说好话哦 如果你不知道 说什么好话 我可以教你 来跟着我念 欧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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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简单呢 愿大家口出莲花 身心自在 简未真 勿轻言 知未敌 勿轻传 是非疑 勿轻诺 苟轻诺 进退措 凡道字 重且书 勿极极 勿模糊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勿轻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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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 勿轻诺 比说长 此说短 不关己 勿轻管 任何事情 在没有看到真相之前 不要轻易发表意见 对事情 了解得不够清楚明白时 不可以任意传播 以免造成不良后果 谣言止于智者 不要被谣言所利用 不合意理的事 不要轻易答应 如果轻易允诺 会造成 做也不适 不做也不好 使自己进退两难 讲话时 要口齿清晰 要字应该清楚 慢慢讲 不要太快 更不要模糊不清 遇到他人来说是非 听听就算了 要有智慧判断 不要受影响 不要介入是非 事不关己 不必多管 小朋友 多读书 多念佛 以后才会有智慧判断哦 只要有信心 你也做得到的 见人善 及思奇 众趣远 亦见机 见人恶 及内省 看见他人的优点或善行一举 要立刻想到学习看齐 纵然 目前能力相差很多 也要下定决心 逐渐赶上 看见别人的缺点或不良的行为 要反攻自省 检讨自己 是否也有这些缺失 是否也有这些缺失呢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这些缺失 阿达 这件事情 老师会处理的 阿达 小林 你们做得很棒哦 没什么啦 小朋友 老师今天很高兴 因为早上 阿达及小林同学 为了帮助阿国同学缴学费 就把他们的存钱筒捐了出来 这种行为是值得大家学习及赞扬的哦 做好事 不但能让别人受益 无形之中 自己也受益良多 因为做好事 自己也会觉得很快乐 同时 也可以促进同学们之间的感情 所以老师也为阿国成立了一个教育基金 以后阿国同学的教育费用就没有问题咯 老师老师我要参加 老师老师我也要 我也要 好好好 慢慢来 此曰 三人行 必有我是焉 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 当自立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气 二十二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 当自立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气 小朋友 在这一则里 所要介绍的是 品德 学问 和才能技艺的培养 每一个人 都应当注重自己的品德 学问 和才能 技艺的培养 如果感觉到 有不如人的地方 就应当自我勉励 奋发图强 至于外表穿着 不择饮食 不如他人 就不必放在心上 更没有必要 忧虑自卑 在论语这本书曾说 言回居漏上 一单寺 一条影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真是君子忧道 不忧平啊 小朋友 我们将以古贤为范 奋发图强 来培养自己的品德 学问 和才能技艺 好不好 好 好 嗯 阿文 你起来念一次 好 为德学 为才艺 不如人 方自立 若衣服 若饮食 不如人 勿生气 文过怒 文欲乐 损有来 意有雀 文欲恐 文过心 质量事 见相亲 二十三 文过怒 文欲乐 损有来 意有雀 文欲恐 文过心 质量事 见相亲 如果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失就生气 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就欢喜 那么 坏朋友就会来接近你 真正的良朋义友 反而逐渐疏远退却了 反之 如果听到他人的称赞 不但没有得意忘形 反而会自省 唯恐做得不够好 继续努力 当别人 批评自己的缺失时 不但不生气 还能欢喜 接受 那么正直 批评成性的人 就会渐渐喜欢和我们亲近了 人以群分 物以类质 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小朋友 小朋友 我们也要学习增子 一日三省无声 如果能常常反省自己 才能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 而省思用在德行 德行就会精进 省思用在课业 课业就会进步 省思用在事业 事业会有成 省思用在植物 植物会争争日上 一个人 如果每天都能够自我反省 并且力求改进 缺点自然就会减少了 二十三 闻过怒 闻欲乐 损有来 意有却 闻欲恐 闻过心 质量事 见相亲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唐掩事 增益姑 二十四 无心非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唐掩事 增益姑 无心之过 称为错 若是明知故犯 有意犯错 便是罪恶 知错能改 是勇者的行为 错误自然慢慢的减少消失 如果为了面子 死不认错 还要去掩饰 那就是错上加错了 此约 此约 知过能改 善莫大焉 又约 知耻近乎勇 二十四 无心非 名为错 有心非 名为恶 过能改 归于无 唐掩事 增益姑 凡事人皆失爱 天同父 地同在 凡事人皆失爱 天同父 地同在 只要是人 就是同类 不分族群 人种 宗教信仰 都必须要相亲相爱 同是天地所生 万物滋长的 应该不分你我 互助合作 才能维持这个 共生共荣的 生命共同体 我来自美国 我来自日本 我来自英国 我来自韩国 我们不分族群 人种 宗教信仰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人人都能相亲相爱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世界充满了关怀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就是道德无私的爱 凡事人皆失爱 天同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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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同在 财大 财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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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高者,名字高,人所重,非貌高,财大者,妄自大,人所福,非言大。 德行高尚者,名望自然高超,大家所敬重的是他的德行,不是外表容貌。 有才能的人,处理事情的能力卓越,声望自然不凡。 然而,人们之所以欣赏佩服,是他的处事能力,而不是因为他很会说大话。 宋创年间,有一位贤能的宰相,名叫司马光。 有一次,司马光从洛阳驾车要到京城去觐见皇上。 老百姓在路上看到司马光,就把手放在额头上,向他行礼表示尊敬。 司马光走到哪里,老百姓就跟随到哪里,后来越跟越多。 最后,老百姓就把司马光拦下来,向他说。 司马大人啊,恳请司马大人不要再回去洛阳了,就留在京城里,帮助皇上治理天下吧。 这样我们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啊。 对啊,对啊,我们才会有好日子过啊,司马大人。 吉有能,物自私,人所能,物亲子,物产妇,物娇瓶,物娇瓶,物厌故,物喜心。 人不闲,物娇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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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物娇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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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娇瓶。 当你有能力可以服务众人的时候,不要自私自利,只考虑到自己,舍不得付出。 对于他人的才华应当学习欣赏赞叹 而不是批评嫉妒诽谤 不要去讨好巴结富有的人 也不要在穷人面前骄傲自大 或者轻视他们 不要喜新厌旧 对于老朋友要珍惜 不要贪恋新朋友或新事物 对于正在忙碌的人不要去打扰他 当别人心情不好 身心欠安的时候 不要嫌人嫌欲干扰他 增加他的烦恼与不安 礼韵大同天 利恶其不出于深夜 不必为己 人有短 妾莫皆 人有思 妾莫说 报人善 即是善 人之之 欲思年 阳人恶 即是恶 即之善 过且做 善相劝 得皆见 诵ű枪 过不归 过 gently 倒两窥 二十八 人有短 窃莫皆 的人有思 人有思 窃莫说 人有思 窃莫说 到人善 includes ejercen 人之之 自 尾思年 洋人恶 即是恶 即知甚 或且做 善相劝 得皆见 或不归 道两亏 别人的缺点不要去揭穿 对于他人的隐私 切记去张扬 赞美他人的善行就是行善 当对方听到你的称赞之后 必定会更加勉励行善 张扬他人的过失或缺点 就是做了一件坏事 如果指责批评太过分了 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朋友之间应该互相归或劝善 共同建立良好的品德修养 如果有错 不能互相归劝 两个人的品德都会有缺陷 凡取语 贵分小 语宜多 取宜少 将家人 先问己 己不欲 己肃已 恩欲报 恩欲报 愿欲望 报愿短 报恩长 二十九 财财物的取得 财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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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设身处的取得 财物的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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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物以身作泽 虽然品性端正 很重要 但是 仁慈宽大 更可贵 如果仗势成逼别人违魂 对方难免恐服心不服 唯有一例服人 别人才会心悦成服 没有怨言 小朋友 对待家中的用人 要以仁慈宽大的心量 并且以身作则 以德服人 这样别人才会心悦成服 没有怨言哦 三十 代弊谱 身贵端 虽贵端 雌而宽 是服人 心不人 礼服人 方无言 亲人 同事人 类不齐 流俗重 忍者兮 果忍者 忍多味 言不慧 言不慧 色不媚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少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静 百事坏 亲人 三十 三十 三十一 红世人 红世人 类不齐 流俗重 忍者兮 忍者兮 果忍者 忍多味 言不慧 色不媚 能亲人 无限好 得日静 过日少 不亲人 无限害 小人静 百事坏 同样是人 善恶邪正 心智高低 却是良幼不齐 跟着潮流走的俗人多 仁慈不爱的人少 如果有一位仁德的人出现 大家自然敬畏他 因为他说话公正 无私 没有隐瞒 又不讨好他人 所以大家 才会起敬畏之心 能够亲近 有人德的人 向他学习 真是再好不过了 因为他会使我们的德行 一天比一天进步 过错 也跟着减少 如果不肯亲近 人人君子 就会有 无穷的祸害 因为不孝的小人 会趁虚而入 跑来亲近我们 越积越累 我们的严行举止 都会受影响 导致整个人生的失败 所谓 近朱者赤 近末者黑 小朋友 我们都要亲近 有人德的人 向他们学习 使我们的德行 能一天一天的进步 过错 也跟着减少 并且有机会成为 仁德高尚的人呢 鱼力学文 不力行 但学文 涨浮华 成何人 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魅力真 魅力真 鱼力学文 三十二 不力行 但学文 涨浮华 成何人 但力行 不学文 任己见 魅力真 不能身体力行 笑 屁 颈 性 犯爱众 亲人 这些本分 一味死读书 纵然有些知识 也只是增长自己 不花不食的习气 变成一个 不切实际的人 如此 读书又有何用呢 反之 如果只是一味的做 不肯读书学习 就容易依着自己的偏见做事 蒙蔽了真理 这也是不对的 子曰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道理就是这样啊 小朋友 我们要做到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姐妹 其次 在一切日常生活言语行为中 要小心谨慎 要讲信用 和大众相处时 要平等博爱 并且亲近有人得的人 向他学习哟 来 我们互相勉励 加油 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性皆要 方读此 雾目笔 此位中 笔雾起 宽为限 谨慎用功 谨慎用功 功夫道 智色通 心有疑 随闸记 旧人问 求确议 三十三 读书法 有三道 心眼口 性皆要 方读此 雾目笔 此位中 笔雾起 宽为限 谨慎用功 功夫道 智色通 心有疑 随闸记 旧人问 求确议 读书的方法 要注意三道 眼道 口道 心道 三者 缺一不可 如此 方能收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研究学问 要专一 要专精 才能深入 不能这本书 才开始读没多久 又心献其他的书 想看其他的书 这样永远也定不下心 必须要把这本书读完 才能读另外一本 在订定读书计划的时候 不妨宽松一些 实际执行的时候 就要加紧共工 原格执行 不可以怠惰偷懒 日记月累 功夫深了 原先挚爱不通 困顿疑惑之处 自然而然都迎刃而解了 中庸说 用功日久 而一旦豁然灌通烟 则众物之表里 经出无不道 而无心之全体 大用无辜名语 求学当中 心里有疑问 应随时笔记 一有机会 就向良师一游请教 务必确实明白他的真意 而不耻下问 防释青 墙必静 机案节 笔验证 墨摩篇 心不端 字不静 心先病 列典籍 有定处 不看地 还原处 虽有籍 卷书旗 有缺坏 就补之 非圣书 禀物事 必聪明 坏心智 物自暴 物自弃 圣与贤 可寻致 三十四 房室清 墙必静 机案节 笔验证 墨摩篇 心不端 字不静 心先病 列典籍 有定处 独看地 还原处 还原处 虽有吉 卷树旗 有缺坏 就补之 悲圣书 禀物事 必聪明 坏心智 物自暴 物自弃 圣与贤 可寻致 书房 要整理清洁 墙壁 要保持干净 读书时 书桌上 笔墨 纸燕等文具 要放置整齐 不得凌乱 触目所及 皆是 井井有条 才能静下心来读书 古人写字 使用毛笔 写字前 先要磨磨 如果心不在焉 磨就会磨偏了 写出来的字 如果歪歪斜斜 那么就表示 你浮躁不安 心定不下来 书籍课本 应分类 排列整齐 放在固定的位置 读送完毕 需归还原处 虽有吉士 也要把书本 收好再离开 书本是智慧的结晶 有缺损 就要修补 保持完整 古人 一书难求 固有修补之指 不是传述 圣贤言行的著作 以及 有害身心健康的 不良书刊 都应该 定器不要看 以免身心受到污染 智慧遭受蒙蔽 心智变得不健康 遇到困难 或挫折的时候 不要自暴自弃 也不要愤世忌俗 看什么都不顺眼 应该发愤向上 努力学习 圣贤境界虽高 循序渐进 也是可以达到的哦 孟子曰 顺何人也 与何人也 有为者 异若是 小朋友 今天是最后一堂课了 从今天起 老师希望同学们 都能够把弟子归 牢记在心 常常反省 并且也能做到 将来 也都能够成为 品德高尚 人人穿扬的人 来成就大同的世界 小朋友 你有没有都做到了呢 如果做到了 我向你赞叹 如果还没有做到 那我们就一起来完成 走吧